大家好,10月6号啊,在纽约黄后区的这个黄后大道上这里发生火灾啊,你看 来了好几辆这个救护车啊,我是坐地铁赶过来的 哇,一台救护车,两台救护车 还有很多急救车 新闻说有两名人员受伤啊,都是未成年人啊 发生火灾的门牌号是51-25啊 那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是看社交媒体上这么写的 嗯,现场都闻到有点那个交付交付的味道 往后大道51-25号 现在那个火都浇灭了啊,也不知道那个火是从哪里出来的 消防队员在对面啊 隔远一点拍啊 哇,最近纽约太多这种火灾了啊,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这个人平安啊 大家看,皇后大道和52街啊 哇,上面还有飞机啊 我都是坐上地铁了,然后收到那个社交媒体的消息 然后我又从地铁颠过来了 看看看看,这个进账,我的妈呀 好多消防车 这边还有担架啊,有两名人员受伤啊 整条道路都封闭了啊 给大家晃一圈 拍这些呢,就是希望大家注意防火安全啊 少个全景 这边还停了一辆救护车啊 现在是摩托车可以通过啊 消防队员正在补给水啊 可见刚才那个火势还是一点凶猛啊 一向我坐地铁过来都还闻得到那个烟味啊 前面还有两台急救车 消防队员那个黄桶里面装的那个饮料特别好喝啊 有一次我都问那个消防队员要过 记得是前两年嘛 我在唐人街拍那个火灾 当时天气特别热 三十几度高温啊 我当时有点感觉太渴了 有点那种中暑的感觉啊 就问那个消防队员要了一杯水 他们都给我了啊,特别好喝 他那个饮料不怎么甜 肯定是那种很补充体力的那种 在纽约的消防队员还是不错的啊 非常的怎么说,nice,nice 走过的居民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但是这儿,毛的法堵着了 这个开车的今天这个运气就 就倒霉哦 前面是7号地铁线啊 是52街 7号地铁线 哇,这玻璃都敲碎了 我也不知道是第几层楼 着火啊,地下 全是碎玻璃 看一下 社长队一般救火,它是会把仓库 搞破的,为什么呢 他就要让那个烟啊那些散出来 具体是第几层都着火啊,我也不知道 你看下面就是卖这个老宝用品啊 这些 看,皇后大道,对吧 52街,皇后大道,十字路口啊 好多消防队员啊 下面是卖这些托巴呀,什么的 真是便宜啊 手套 三袋子才十块钱 有一些那些路障啊,那些 施工用的,也要有安全帽 防花鞋 哇,这个包还不错 具体着火是哪里,我都不知道 天心异常都好,只是秋高气爽啊 阳光灿烂啊 消防队员这个救火应该结束了 我估计他们要撤了啊 警信上说的是51-25 那就是这栋大厦 肯定这栋大厦不知道哪一层着火啊 哎呀 不清楚,就拍了个寂寞 反正就给大家说下,有这个事就行了 因为旁边那个儿童中心也是连着的吧 可能都是 隔壁是51-23了啊 51-25 搞清楚了,老板说是 卖这个老板用品的老板说是6楼啊 6楼这个火灾 这一侧 所以我说嘛,这个为什么玻璃 什么杀仓都给搞下来了 公寓是火,公寓是火啊,搞清楚了啊 现在给大家再说一遍 公寓是火,对面还有人在拍啊 好,现在来再数一下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 那就是那个仓库开着的这个 估计啊 反正人家下面老板店老板说是旁边这个着火 刚才问的啊,确定了,确定了 啊,消防队员撤退了啊 救火任务,顺利完成 最主要是什么,这个大楼的下面啊 这好像是个儿童中心啊,里面很多小朋友 正在里面 小孩不能拍吗 未成年了,对不对 就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走过来啊 五十一街和皇后大道这里还有 嗯,花旗银行的电动共享当车啊 啊,前面是地铁站啊 看这条路就是罗斯福大道啊 往前面直走就是环社去法拉圣了啊 也没有几个地铁站啊 这一街呢,你看还是比较清静的啊 自然感觉还可以 嗯,罗斯福大道就是杰克逊高地那一段比较乱 还有那个交涉普罗瓦那边啊 你看到五十二街四十八街这边啊 就没有摆地摊了啊 七十几街啊,那边是最繁忙的 因为七十四街的话是个大站嘛 机场的大巴也在那里住,对吧 地铁又是个中转线 看这边看着还不错啊 直到四十七街了 现在去七号地铁县啊 然后现在去曼哈顿 去拍那个南乡小龙包子 在曼哈顿有个活动啊 教大家现场包小龙包啊 去凑个热了啊 哇,今天天气不错啊 最高温度21摄氏度 最低温度15摄氏度 这边地铁站都比较古老啊 古董啊 一百多年的地铁站啊 进来以后非常有这种吝死的感觉啊 我又要往回坐啊 好彩我买的票是那个七天有效的 七天随便坐 这是34美元啊 要是买单次的话呢 这个坐地铁也很大一笔钱啊 哎呦,我刚黑桌黑桌爬上来 这上地铁就走了 等下一趟了 好,正在告诉我 给大家扫一点远景啊 你看纽约这个地铁其实非常的好看啊 它是错落有致啊 非常有这个空间感 下面是走车 这个地铁线已经是非常非常老的了 百难年历史了 你看腹部影响啊 如果没有纽约地铁的话 每天大家上班通勤可想而知啊 你看如果下面 你看47街这边啊 车还不堵 但是往前走 走到七十几街 六十几街 九十几街那边 哇,那边就大堵了啊 两边全是地摊小贩 社会治安也不怎么样 我觉得住这边还行 给大家来一圈啊 今天天气太好了 你看那个 蓝天白云啊 那个云楚 像棉花塘一样啊 其实纽约的空气还是挺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转发,订阅啊 谢谢大家